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 为了让孩子吃到安全 有品质的营养午餐 市长谢国良推出学校食安三件外 也将在今年提出 1942万元的追加预算 提升学生的营养午餐品质 为了让基隆的孩子 吃到安全有品质的营养午餐 市长谢国良多次到学校厨房 了解作业流程 并推出学校食安三件 近年来食品安全受到了 大家的重视与讨论 为了守护基隆学生的食品安全 我们基隆市府从去年至今 提高补助学童每人每餐 20元的营养午餐费用 我们还要引进食品专业的 HACCP专家入校辅导 目的是要提升营养午餐的品质 我们规划要让午餐人力的预算 更加的到位 让学校的厨工 午餐的秘书 学校的营养师等 午餐工作者的待遇跟制度 能够充足 这些预算预计共2000万元 这一整套守护学校营养午餐的食安政策 我们叫它学校的食安三件 我们要从食材的经费提升 制度的导入 午餐工作者的待遇提升 三件紧密相扣 基隆市府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支持 午餐人力预算到位 让第一线的午餐工作者替午餐严格把关 让家长放心 学生安心 为了落实学校食安三件 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表示 将在今年提出1942万元的追加预算 包括提升除工待遇 增聘营养师编制 以及午餐秘书的检课终点费 希望能与议会一起支持 学校营养午餐的人力经费到位 提升基隆的营养午餐品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代表市长到中山区三千宫参拜 参与家福的公益活动 希望让基隆更有爱变得更好 副市长代表市长来向三千宫参拜 祝我们信徒平安 国泰平安 然后香火旺盛 在三千宫主委林国昌的陪同下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特别来到中山区的三千宫参拜 和信众们热情打招呼 你这样好漂亮哦 我基隆住了五十年你最漂亮 谢谢谢谢 好漂亮哦 谢谢你 多支持我们 当然了没有支持谁 一定要支持这么啊 谢谢谢谢 才有进步啊 我感动啊 谢谢谢谢 由于三千宫主委林国昌 同时也是基隆家福中心的主委 因此他特别邀请副市长邱佩玲 担任家福4月27号爱心园游会的反诈大使 一起来关心儿哨 今天主要是来三千宫来参拜的 那很开心可以兼做这个 这个家福中心的反诈大使的活动 很荣幸 我觉得家福中心在台湾 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慈善团体 也扮演很重要角色 那我今天同时间来这座庙里面 那同时间又可以做这样的事 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一个市长的父母官 是最开心的事情 现场来大声呼吁 来我们今年4月27号儿保园游会 我们的主题是网路反诈骗 因为在网路上现在有很多的诈骗 然后不管是一些性别的议题 还有我们小孩子不小心被骗当车手 或者是在网路上会深陷的很多奇怪的团体 甚至骗到国外去啊 这些都是我们今年要宣导的议题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邀请我们的市府长官 来做我们的反诈的大使 然后当天在4月27号 我们在火山附近呢 会由我们的林国厂主委率领大家 然后来做一个整个金融市的儿保园游会 陪伴孩子好好长大 成立一个三千小草 就是针对单亲家庭 小学没有在外面上安亲班的 他课后留在学校里面 我们负责师资餐点 让他们能够在学校一样 虽然下午没有课 不用上课 留在学校把功课写完 课业辅导 然后又有一个很安全的就读环境 跟一个舒适的一个晚餐 然后等父母亲下了班 再来接他下课 是不是这样子在科业上 也比较不会中断 而且在行为环境也会比较安全 公益活动中 副市长邱佩玲亲切地帮孩子们拿点心 现场气氛相当温馨 市议员宋伟丽也到场共襄盛举 三千公方面表示 未来计划结合各界资源 来推动课后辅导 照顾弱势家庭的孩子 副市长邱佩玲 与议员宋伟丽 都相当认同支持 刚才家福中心主任告诉我的 我觉得更感动的是 他们准备有很多课后的辅导班 让很多的小孩子 下了课之后 可以接受照顾 还有用餐 我觉得这也是基隆所需要的 也希望师傅 可以在这一块 可以帮忙更多 我想我们副市长 是一个非常好 温暖的一个副市长 没有而且他非常接地气 和蔼可亲 我用这几个来形容他 尤其对于傅佑的事情 他会非常的着重 所以说我相信 只要基隆市有什么任何大小事 他都会采取的 很努力 我们副市长一直打造 亚洲最有爱的情形 我想因为这个协会 那个我们林董事长 他刚刚 他准备在六月份成立 那成立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他发现很多 就是失业儿童 那客后之后 没人照顾 那希望说 我们政府机关 能够提供教室 让这些孩子 能够在客 客余之下 就放学之后呢 就说有人照顾他们 也有人教导他们 我们也努力找一些企业的资源 来协助 太好了 很棒的政策 谢谢 谢谢副长 也谢谢林董长 对对对 谢谢董长 谢谢 谢谢 让机构变更好 真的谢谢 副市长邱佩玲来到三千宫参拜 并参与家福中心将在4月27号 举办的爱心园尔会宣传 包括中山区区长徐雅文 跟当地的里长也到场共襄盛举 一起来打造 让基隆成为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召开预备会 预定从5月14到6月17号 举行围棋一个月的大会 及一个围棋五天的临时会 除了审查 市政府提出的追加检预算案外 还有备受关注的 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的 劳务采购案 以及电动机车案 希望市府可以报告清楚 机动市议会召开预备会 预定从5月14号到6月17号 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大会 以及一个为期五天的临时会 除了审查113年 市政府提出的追加检预算案之外 议员们也希望市政府 报告政策推广大使 杨宝珍的劳务采购案 这个部分除了人事处以外 应该也有涉及到 这个其他个组折的单位 那是不是能够请市长 现在有上新闻在介绍的 这个不管是发言人 或者是代言人 或者是大使 他们的经费 以及现在的这个出任状况 还有所属单位 是不是都应该要一一报告 有关于市政府的人事的使用权 我是觉得行政和立法是分立的 所以呢我们能够监督 但是如果有关于他们的用人权利的话 是不是我们能够智慧的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小心应对 杨宝珍杨前立院副主任是不是 那希望能够他能够报告2024年 基隆政策推广大使计划 把劳务采购案这个案子 另外电动机车案2.0版 以及后续的3.0版 议员们也很关心 我想要请问 电动机车从2.0到3.0的 相关申请条件呢 都没有经过议会的审查通过 要请环保局说明 该经费是如何动职的 以上 环保局针对电动机车的执行状况 这本来他就该报告 可是还有部分是社会处的 就是因为电动机车 本来是青年公益电动机车 但现在如果原政策还是维持的话 那社会处也应该要针对 今天的公益的部分进行说明 市议会希望市政府相关单位 可以在市议会大会召开期间 报告清楚 这个电动机车 其实也是广大社会 或是广大市民想要了解的 那我想我们就会请议事组 排好议事日程 然后在相关的局处 来做一些专业的清楚的报告 才不会像上次一样 比较说明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次也会提醒市府各单位 把相关的资料汇整好 不要让议员有意见说 诶 怎么资料这么少这样 以我的立场 因为我们在大会讨论的是 市府相关的案子 那当然今天也有议员 特别提出来 几个特别的人事案 那跟以往市府编制内的人事安排 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我想这个应该来 请市政府来做说明 因为大会议员提出 所以我们会在相关 譬如说你这个人事编制在哪一个局处 那我们就会请这个局处做清楚的说明 跟过去还有未来 整个执行的方式如何 因为我大概有理解一些讯息 那原本是一些府内的一些人事编制 那如果特别开标案的话 那我想就请市府来做说明 其他包括已经通过预算的观光巴士和水路两用鸭子船 现在进度如何 宠物银行何时正式启用呢 议会也非常注意 同样要求市政府要清楚报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日本兵库县明时市议会 日台亲善议员联盟拜访基隆市议会 由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亲自接待 谢谢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送给日本兵库县明时市议会 日台亲善议员联盟的见面礼 是这个画有基隆市议会 以及基隆地标等场景的礼盒 首次开箱曝光 里面除了有位市议会特制的随行碑 以及K字形胸针之外 礼盒还可以当成手机扩音器使用 相当有创意美观使用 而日台亲善议员联盟也由会长 签注起届回赠清酒酒杯之外 更直接为议长佟子委 戴上象征海鲜餐厅主厨的围巾和头巾 童子委展现大气不以为意 现场气氛顿时热络亲切起来 日本兵库县明台市议会日台亲善议员联盟 拜访基隆市议会 由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亲自接待 双方都期待未来能够加强民间企业 渔业以及观光等各方面的交流 会缔结为友好城市奠基 明石市作为版神都市圈的一个部分 人口约30万人 拥有丰富的工商资源 还有重要的海路交通枢纽的地位 与基隆市有的非常多相似之处 我相信透过我们的互房交流 可以找到更多的合作契机 共同来推动两地的发展还有繁荣 我们也将会在4月29号 前往日本的广岛县 参加无市港口节 并与无市议会递结为结妹会 也希望在今天之后的交流当中 可以深化我们的努力 拓展我们的合作 基隆市和赤城市有很多不同的事 我们也有国民主兵的国民主兵 基隆市也有国民主兵的国民主兵 我们面中希望台湾及日本拓卸 全力都需要听谈计 所有人委�트对台湾和日本的 我们希望作为联盟 基隆之间的这个交流是小小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力量 可以让他把它往外扩展到 进一步可以联系到台日之间的这个友好 双方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不过护赠礼物时各出其遭 很快就建立情谊 日台亲善议员联盟也代表明时事 向花莲发生大地震表达慰问之意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生议员吕美玲改念特搜队 4月3号斗花莲震灾的辛劳 特地前往消防局制赠 家菜荆棘水果 感谢队员们发挥人机几机 人腻解腻的精神 消防弟兄能够奋不顾身的去 我觉得真的非常感动 基隆特搜队支援花莲震灾 完成84小时的救灾艰难任务 议员吕美玲特别前往消防局 慰绕特搜队员的辛劳 我们看到了基隆市长 马上动员到我们消防局能够去救灾 在凭着大家都是一家人 而且都是同胞的这样的心态 马上去救援 我们就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那他们经过了大概85个小时 的救灾才回来 我们就感觉非常的心 感觉他们很辛苦 但是他们还不以为意 他们还认为说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我们就很感动 虽然14名的特搜队员 大都还在轮休中 带队官王军伟 过去也支援台南地震 台铁普悠玛事件等国内重大灾害 一谈到支援花莲救灾 在同袍一起合作下 顺利完成艰难任务 现场的余震是一直都 大概算没有间断过的 几个小时 其实那个余震都还很大 一天24小时里面 其实它半夜 然后还有下午时间 其实都余震一直都有 另外有一个比较 我比较担心就是 沙拉郎步道那边 其实它那边总共大概有两岸 有总共有六名受困者 对然后到那边 其实它现场给我们的资讯是上面 它还有一个那个 还有岩色湖 对岩色湖其实 它其实雨症不断 然后其实也很担心说 它有可能就是会崩塌 然后再加上后来 到4月5号下午 其实又开始下雨 对那一部分其实是 比较担心的 花莲发生大地震 基隆特收队展现专业技能 极强大的心理素质 队员穿梭在落实可能的危险 投入救灾工作 市议员吕美玲 和民众党中山区主任吕陈佑 特别自证加菜金 和两大香水果 感谢特收队员冒险救人 那特别来自证加菜金跟苹果 然后代表我们身为老百姓的一点心意 那为什么水果选择苹果就是因为代表平平安安 我们希望所有的消防弟兄在救灾救难的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也能够平平安安 所以因此我们就制这苹果这样 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时候 只要有用到我们基隆市消防弟兄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去协助救援 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 同岛这个叫做同岛一命 所以希望也借由这个的话 能够把大家更团结起来 这次的基隆市消防局能够在第一个时间内就出发 表示他们的平常的训练就非常的扎实跟辛苦 那在台湾民众党这边也极力的在为消防弟兄们争取 他们不管是他们的安全或者是在设备上面的提升 都是我们基隆市 都是我们基隆党部这边需要来一起努力的地方 那也是我们民众党最主要的一个 在近期最主要做的一个规划 对于特收队平常训练精实 能够支援化铃救灾 消防局长尤嘉宜说 每位救灾同仁的心理素质更是令人敬佩 我们基隆的收救队员 还有消防同仁其实都是非常的优秀 那平时训练也都非常的扎实 那当然我们这一批收救队员之前也曾经支援过 台南的地震花莲的地震 还有普悠马号甚至复兴空难 其实他们都曾经支援过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请他们到花莲去支援 那我相信他们除了能够协助花莲 救助部分的民众之外 也能够学习到一些收救技术 那当然市长对这一块是非常的重视 未来他也有要计划跟我们的收救队员做一个座谈 然后看看从中能不能让我们的收救队员能够再更精进 包括装备器材训练等等 花莲发生大地震 临近金融市消防局30分钟内完成集结动员 圆满完成任务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明镜片中的电视频 在瞬息萬變的競技場上 每分每秒都要保持專注 我從不擔心眼前的挑戰 因為我可以快速鄭重靶心 只要用行動裝置掃描 交款書上的QR Code 繳納使用牌照稅也能一樣 精準俐落 還有多元的繳納管道 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 輕鬆繳 113年使用牌照稅開增 智慧繳納follow me 多元管道增便利 所以在3月29號之後 我六個資費方案 我們會全面調降 還特別提出了兩種資費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個人是覺得呢 真是非常的細密 基隆的孩子們非常的細密 我們的申請年齡 在基隆市的市民 從20歲到45歲 都是可以申請的年紀範圍 在其他的縣市 都沒有這樣子的優惠 所以呢 我覺得基隆的孩子們 一定要趕快去申請 基隆慈雲寺 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玉佛節 及祭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祭活動 以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疑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 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都請滿了 那就隨便請好了 先生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車車停泛合法 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繼續拍手拍手 另外 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 幾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雜物 塵災機車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 能夠方便同行 慈雲寺的財神店 奉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正神等 求財不運的香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 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來到慈雲寺 直角求發財規 以祈求能夠裁員廣盡 慈雲寺也提供了財神燈 供心眾任仰 到了慈雲寺 可千萬別忘到財神店參拜喔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做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民進黨基隆市黨部主委選舉競爭 越來越激烈 繼靈明志登記參選後 前基隆市政府明證處長 現任內政部專門委員王餘森 也現身市黨部登記參選 在多位民進黨籍市議員 里長與支持者的陪同下 內政部專門委員王餘森 登記參選民進黨基隆市黨部主委 在林又昌市長任內 擔任民政處長頗獲好評 王餘森希望能透過市黨部 擴大民進黨在基隆的支持基礎 未來有機會重返執政 過去林又昌市長八年的執政 把基隆市打造成一個 具有相當質感 有希望 有快樂的一個城市 所有的市政是 沐一星 也蛻變成大家都非常有目共睹 那這半年的市政裡面 都靠很多我們這些議員 黨籍的議員 跟我們市政團隊努力的維持 那在過去蔡世英委員的八年期間 他也是都是國會評鑑最優秀的立委 他也幫基隆市政府 爭取了大量的預算跟建設 所以我想過去基隆市的政績 民黨在基隆市其實是大家肯定的 那當然在2022年跟2024年的兩次選舉 我們不幸落敗 可是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 我想這個是未來要怎麼樣去重返執政 怎麼團結一致 在民黨市黨部怎麼樣去深入基層 重新找回我們支持者的信心 並且擴大社會基礎 我想這就是我這一次 為什麼要回來基隆市 參選這個市黨部主委的一個最大原因 對於外傳 這一次民進黨 基隆市黨部主委選舉 是牛昌與蔡思英的代理人之爭 王玉生也做出回應 每個黨員同志都有他 自己我選擇這個登記的權利 我想你們是議員 他也是非常優秀 那他當然有他個人的想法跟考量 我想這個也沒有什麼 是因為什麼誰來挑戰或叫板的位置 因為其實我們所有的議員都是一樣 都是基隆 team 我想未來要重返執政 要爭取更大的社會支持力 其實要不分所有的一個群體 也不分所有的一個世代 其實都是要大家整合在一起 因為要團結一致才有辦法 再取得我們的執政權 對於民進黨 基隆市黨部主委一直出現多人爭取 金融市議會議長同志委的期盼 在團結的前提下選出最強人選 我想民進黨是一個大開大和的政黨 我想針對有願意 然後有義務來承擔 我們金融市黨部主委工作一職的 所有同仁跟夥伴們 我想我們都非常歡迎 大家也都如果願意投入 我們的公共事務公共政策 我想每一位黨員 還有每一位重振的優秀夥伴 都是我們民進黨非常寶貴的一個資產 那我們現在最大的責任就是 團結我們基隆市民進黨的 所有黨公職的力量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協調 溝通可以產生出一個最好的候選人 那我想我對每一位候選人 這個都樂觀其成 那希望大家還是可以再多加協調 那我們會這個希望可以 大家在協調出一個最好的候選人以後 我們都會全力來支持 民進黨基隆市黨部方面表示 等這個星期五最後登記期限結束後 下周四將進行候選人號次抽籤 最後在5月26號進行主委選舉投票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金融市東方國小在推動數位教育方面 有卓越的表現 近日接待國家教育研究院校長 初訓班近50位後用校長到學校參訪 分享推動數位教育的心得與做法 融獲教育部補助 學生帶平板回家 延續學習計畫的東方國小 結合多項專案計畫 導入四種學習模式 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 來自全國近50位後用校長前往參訪 在校長主任的分享下 了解推動數位教育的心得與做法 那今天我們分享了一年多以來 學校實際上在做的事情 不管是結合平板 結合載具或延伸學習 我們從期待利用工具 來讓孩子的學習世界更豐富 然後也善用教育部的各個學習平台 可以讓孩子學的更多 那今天東方國小很榮幸 也有機會跟這些校長們來做交流 數位學習推動的領導 規劃 落實等不同層面 克服困難就有成就感 不放棄任何孩子 與家長攜手共同陪伴 那今天我們看到了 有他們的創課 有他們的數位學習 還有他們的一些特色亮點課程 我們深切地發現到 幫助孩子 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但是如果能夠結合數位 英語 雙語這樣的時代趨勢 更能夠幫孩子連結國際趨勢 幫孩子開創更無限的未來 這麼小的學校 可以有這麼豐富多元的發展 都可以讓我們在後用校長的 學習當中收穫非常的多 教育處全力建置硬體 和師資培訓 全心全意為孩子的學習把關 也期許各校帶領孩子 迎向AI未來的道路上 共同邁進 記者蔡小君 基隆報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期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